各位同學晚安 現在時間10點47分 有點晚 但是還好我晚餐的時間已經先 錄了一個小的單元 那剛剛吃完飯 睡了一覺 剛剛睡醒 這個正規的單元因為進了寶山 所以我還是要利用機會 把美國的小說不錯的 稍微做一個朗讀導讀 那一方面是培養人文素養 靠潘差中那種玩法 完全不懂的英文在這邊亂搞 沒有辦法 我還是要親一點 所謂的綿薄之力 告訴 這些政策制定者什麼叫做人文素養 不是像他那樣搞 所以我們 英語學習的環境非常險惡 那就如同 很多很多的 政策方向 同學要自求多福所以我提供一個 比較脫離 這種大眾市場的 英語學習環境 至少在網路上是這樣子 我就帶大家 拿書出來朗讀 學文法你就要動筆寫 不是懸差用那種進入 懸學層次胡說八道亂講 這樣子然後書看不懂 寫出來句子不對 一天到晚只會考試 一天到晚只會自首自根思維 但畢竟懸差用已經快變古人了 那個山頂洞人 我們 不去評論他 因為畢竟他的信眾 遍及海內外 這樣子 那 這也是大家英文學不好的原因 試都考100分 然後呢都進名校 然後 等到學歷拿到了 開口不能講 提筆不能寫 只能唬爛 跟 這個 陳差明一樣 好 這個是我晚飯的時候錄的 已經有同學留言了 Hence 這個我不太 印象不太深刻 他講 超明兄的手勢像是在山峰 This soup smells good 我來看一下 他有個毛病 就他很緊張 因為他英文很差 他就會 感謝Hence同學的分享 這本 那看 EAA講超明兄屬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屬狗 我是開玩笑的 Jujun jujube K9出動 這樣子 順便回答一下 昨天的 單元 的簡單的看一下 有同學留言 如是到金华演讲频道 这位大师他讲 The Great Gatsby 感谢大师推荐 这本观望很久了 我再来找找看 耶耶讲 还好今天cosplay没有撑破制服 徐元普要小心一点 他可能随时会撑破 这样子 那讲到徐元普 我们也不得不讲到两岸的解放军跟我们 我们这么大块的 把他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陆军司令的位置 虽然已经是一个空壳的单位了 跌床驾屋的空壳单位 应该要直接裁掉 因为各作战区已经独立了 叫作战区了 陆军三军总部基本上没有功能 要淘汰掉就要砍掉了 我们可以找一个叫做 大陆的对照组 大陆也有这种很大call的 而且不得了 他阿公 他祖父是毛泽东 叫做毛新宇 我不要点图进去了 免得吃了饭吐出来 他就有点像徐元普 这种体型 但是因为 他的毛新宇的爷爷 或是祖父也好 我不知道 也是他爸爸的爸爸吧 是毛泽东是老毛 所以历任的领导人 都不敢对他怎么样 而偏偏这个人又是个军人 你就可以看到那种 神猪穿上军服走路的这种样子 但是呢 老共绝对不会把这样子的人 因为你没办法拔掉他 他第一个 祖先有批印毛泽东有批印到 那他本身又是军人你不能把他拔掉 他又很喜欢当军人 每天穿着军服到处跑 破坏解放军的形象 当然我们希望这种人多一点 对我们比较有利 老共绝对不会把这种人放到重要职务上 去指挥当司令员 绝对不会 我放闲缺 尽量让你躲起来 不要出来 但是呢 我们居然把类似的人物放到 这么重要的职务上 表示说我们跟解放军已经够腐败 我们连解放军都不如 把神租籍的人 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 不出事才怪 但不代表瘦巴巴又瘦又干的 就不会出事了 刘志斌又瘦又干的 跟猴子一样 一样出事啊 我以为爱之船是永顺剑 就没事了 现在提升到康定局拉法叶剑 升级了 爱之船不但没有变小 升级了这样子 听说这个女士官 劈腿五艘不同的剑 同时劈腿 太厉害了 他可能是穿导方子 转世 这样子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人千万不能让他退伍 他一退伍如果加入解放军的海军的话 回来渗透我们 我们全海军的船舰都沦陷了 这样子 这个是我预料当中的 我说太监不能当这么重要的职务 第一个 天鹏元赛转世不能当重要职务 军种的 偏偏 徐原浦当了陆军司令 太监不要当 司令 军种司令 偏偏刘志斌又是双重太监 我讲过当过阿扁任内的总统府 侍卫五官上校 当过蔡英文总统任内的总统府的侍卫长 双重太监 结果出事了 还好不是沉船 但比沉船严重 这种叫第五中队渗透方式 表示我们的拉法业舰康定吉之类的 根本就完全就不设防这样子 那个变成海上军冬热源了 前不久才有一个 士官双债不戴安全帽酒驾 造成路上的伤亡 反正三军轮流了 空军缸灾机换海军 海军完了是换陆军了 这个叫做人的问题 就随便抓了阿托 阿帽就放到中央位置上去 就会有这种 冥冥中就会有这种 你说违反科学也可以 不断的出事 老共至少还不敢把毛星宇放到 属于集团军 的司令员的位置 或是所谓的 书记的这个位置 我们胆子比解放军还大 现在被判定 好像是 比较是华盛顿邮报 还是 华尔街日报判定我们 既无空优也无海优 连 反登陆作战能力都没有 更不要讲后背动员 乱搞一通 好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要自求多福了 从文的念书乱搞到武的也乱搞 好这样子 所以我要正本签缘一下 好 讲了那么多问题也回答完了 我现在就要来 介绍的是Match Albon 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国的小说家 独特的笔法 我之前介绍过 但是没有朗读 我现在再把他四本书拿出来 各朗读一页 做一个人文素养的培养 也提供同学一个课程 你要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 你当然可能受了悬叉右的 悬世文法荼毒 或是广读看完标查的荼毒 不管你受了谁的荼毒 你可能考大学学生被张叉仓荼毒到了 那个学生召集人 不管你被阿叉荼毒很久了 都无所谓 你来接触一下真的人文素养 这样子 那我要讲Match Albon的书 我这边四本都看过了 这本还上过不同的同学的阅读课程 都是小学生到国中生 升高中都有 所以我这本单位 这个叫Tuesday with Maury 单位可以来朗读 For one more day 可以来朗读个一页到两页 The five people you met You meet in heaven 这我蛮喜欢的 最喜欢最喜欢的是 The timekeeper 是我其实最喜欢这一本 写得好好 好 我就来朱一朗读 先从Tuesday with Maury开始 我就从第一页开始 念个一页就好了 The curriculum The last class of my old professor's life took place once a week in his house by a window in the study where he could watch a small hibiscus plants shed its pink leaves The class met on Tuesdays I began after breakfast It began after breakfast The subject was the meaning of life It was taught from experience No grades were given But there were oral exams each week You were expect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nd you were expected to pose questions of your own You were also required to perform physical tasks Now in that Such as lifting the professor's head To a comfortable spot On the pillow Or placing his glasses On the bridge of his nose Kissing him goodbye It earned you extra credit Notebooks were required Yet many topics were covered Including love Work Community Family Agent Forgiveness And finally deaths The last lecture was brief Only a few words A funeral was held In lieu of graduation Although no final exam was given You were expected to produce one long paper On what was learned That paper is presented here The last class of my old professor's life You had only one student I was a student Oh 非常棒 到讀完 You have that feeling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The end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man named Eddie And it begins at the end With Eddie dying in the sun In my same strange story A story with the With an ending But all endings are also beginnings We just don't know it We just don't know it At the time The last hour of Eddie's life Was spent like most of the others At Ruby Pier An amusement park By a great gray ocean The park had the usual attractions A boardwalk A ferris wheel Roller coasters Bumper cars A taffy stand And an arcade Where you could shoot strings of water Into the clown's mouth It also had a big new ride Called Freddy's free fall And this would be where Eddie would be killed In an accident That would make newspaper Around the state 好 我就念个一页 这本不错 讲的是一个人死了之后 见到了五个人 所以一开始是他 结束的时候 结束生命的时候 再讲他死了之后 见到哪些人 For one more day Chick story Let me guess You want to know Why I tried to kill myself You want to know How I survived Why I disappeared Where I've been All this time But first Why I tried to kill myself Right It's okay People do They measure themselves Against me It's like This line is drawn Between Somewhere in the world And if you never cross it You never consider Throwing yourself Off a building Or swallowing A bottle of pills But if you do You might People figure I crossed the line They ask themselves Could I ever get as close As he did The truth is There's no line There's only your life How you mess it up And who is there To save you Or who isn't Looking back I began to unravel The day my mother died Around ten years ago I wasn't there When it happened And I should have been So I lied That was a bad idea A funeral is no place For secrets I stood by her Gravesite Trying to believe It wasn't my fault And then My 14 year old daughter Took my hand And whispered I'm sorry You didn't get a chance To say goodbye Dad And that was it I broke down I fell to my knees Crying The wet grass Standing my pants Oh 不错 最后 The timekeeper 我最喜欢的 A man sits alone In a cave His hair is long His beard reaches his knees He holds his chin In the cup of his hands He closes his eyes He is listening to something Voices Endless voices They rise from a pool In a corner of the cave They are the voices Of people on earth They want one thing only Time Sarah Lemon Is one of those voices A teenager In our day She is bronze On the bed And started a photo On her cell phone A good looking guy A good looking boy With coffee color hair Tonight she will see him Tonight at age 30 She recites it Exactly Excitedly Age 30 Age 30 And she wonders What it wear What to wear The black jeans The sleeveless top No She hates her arms Not the sleeveless I need more time She says Victor Delamont Is one of those voices A wealthy man In his mid-eighties He sits in a doctor's office His wife sits beside him White paper covers An actor table The doctor speaks softly There is not much we can do He says Months of treatment Have not worked The tumors The kidneys The kidneys 好 導讀完了 我相信應該 沒有太長的時間 17分鐘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非常推薦 同學 不要再去背一些 什麼文法 懸誓理論 這種很奇怪的東西 學文法 拿來閱讀 插音字典 寫作 然後找懂的人 幫你改 幫你看 糾正你的觀念 把你原來受的讀排掉 你就有救了這樣子 那閱讀就像我剛剛這樣讀 你要需要有人帶著你導讀 可以歡迎參加我的閱讀 人文素養的課程 不要再去搞一些題目 不管是考台大的題目 攀插中 這種 學測召集人張插艙編的那些東西 不管用嘛 那個頂多就跟我們剛剛看的 陳查明一樣就那個水準 要不然就是同學都清楚 我不想再點名了啦 免得那個業障太重 造成負能量不好 第二個是說也有同學今天在 用Messenger跟我聯絡的時候 希望我能夠推出能夠 平易寄人一點的課程 對於一個 還在摸索我的課程的內容 對他有沒有效的 同學來講 他不敢跨出那一步是因為 學費有時候 對700塊實體課一個小時 對他們來講太貴了 他還在摸索他不知道我的課程是不是適合他 所以我 在這個同學的 Cocky Heart 同學的建議下推出了一個 所謂的 你要準備入門的課程 你可以一次 套裝 這個推出就是套裝 同學還沒有下定決心要上課 你在摸索 可以一次買10本書 我的書買10本 2000塊 一本200 2000塊 你可以 儲值10個小時 你這10個小時任何的時間來上都可以 你要上 線上上實體都可以 儲值在那個地方 一次買10本 你這10個小時摸索完了 你確定 要上了 因為這10個小時可能你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你要探討 你要 釐清 你要看看我的課程適不適合你 就利用這種 套裝 購書 出資 課程 來做一個 暖車暖機 10個小時的課程摸索完了 你再決定要上 還是不要上 還是要怎麼上 再回歸到正規的課程 我的正規課程就是 實體課程 一個小時700 線上課程一個小時600 那也 歡迎同學在 舉期不定的情況下 可以先 採用套裝購書課程 Gawky Hawk已經決定要採用這種套裝購書課程 來先儲值 10個小時 一本書一個小時 那這樣蠻便宜的也就是說 你上10個小時的 探索課程只要2000塊錢 而且你可以 10個小時集中一事上 分不同的時段上 這個由你來自己妥善的安排 在這邊也希望 大家告訴大家 Core相傳 那我是一向是小眾市場 所以不必登廣告 公告周知 大家覺得有這個需要 隨時跟我聯絡 在下面留言就可以 感謝同學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晚安 我們明天再見